接下来呈现的会是最新最详细的200米半决赛赛况 中途还是有点小意外 决赛名单以及赛道四片尾查看 大家最关注的莱尔斯在第一组出场 同组还有上届决赛选手奥甘多 比赛发枪后 前100米莱尔斯领先优势并不明显 但下弯道后越跑越顺直 只完全领先后略微放水 奥甘多紧随其后 第二组面前的是上届市紧赛 100-200双锦决赛的加拿大名将布朗 还有最稳的银牌贝德纳雷克 以及几个月前跑出历史第六号成绩的特伯格 比赛开始后 贝德纳雷克不给对手任何机会强势领先 在确立优势后 宝石的速度与伯格二人平稳晋级 改组的意外就是本可以晋级的布朗犯规成绩取消 第三组可以说是死亡小组 上届同排的中奈顿 预赛总排名第一的修斯 加拿大第一人德格拉赛 比赛开始奈顿较快地冲到第一位 修斯和刀哥二人并驾齐驱赛后改超 快到终点时 修斯超越刀哥 三人平稳晋级 大家最喜欢的那些名将 基本都进入到决赛当中 后续就留个关注 一起见证莱尔斯能否打破世界纪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